人老了 然而儿女未必能够做到好好侍奉父母 很多老人表示子女的尽孝并不周到 很多人说生儿生女都一样 嫁出去的女儿并不是泼出去的水 女儿也可以招女婿进来 这样生女就等于生男了 女儿也可以侍奉自己终老了 即使嫁出去女儿也可以奉养自己的 有人说请保姆啊 保姆绝对是妥妥的养老方式 但是首先请保姆需要钱 其次请保姆服侍 保姆必须是人品高尚的 很多老人表示 保姆到了自己无法自理的时候会欺负自己 很多老人表示 保姆手脚也不干净 经常偷主人家东西 甚至保姆会偷吃菜 主人家吃着感觉很恶心 有人认为 那去养老院是最好的了 其实养老院也不怎么好 很多护工给红包才能好好侍奉自己 不然侍奉得很草率 他们表示 去养老院如同坐牢 勾心斗脚也多 不如自己一个人生活 真实的故事 一位74岁的张大爷 去过女婿和儿媳家 也请过保姆 住过养老院 最后终于明白 余生最好的归宿在哪 自数人张大爷 大家好 我叫张国栋 今年74岁 是一位退休的工人 退休金4000多 我是60岁退休的 退休后就想着一养天年 我以前根本没想过养老的问题 年轻的时候想着如何英俊潇洒 活在当下 年老了就想着如何养老了 因为到了老年 我也不想浪费光阴 我觉得人生是美好的 我的养老计划其实挺好的 原本想和妻子白头偕老 后来想赚够钱请个保姆 我这一生活得相当辛苦 年轻的时候一直在工厂做普工 好在我心态好 没有跳楼 那个时候大家压力大 跳楼者其实比比皆是 我做过各种各样的 如汉西 打螺丝 说实话 当年因为我加穷 我才放弃读书进场的 我是一个非常努力上进的人 后来因为经过介绍 我进了一家企业 担任管理 我的生活质量才有了突飞猛进的提升 我32岁才考到证 做了一名企业管理员 那个时候我交了一个女朋友 女朋友比我小了七岁 是一个大美女 我感到非常幸福 婚姻的幸福是令我最满足的 我的进取心一直没有停过 在企业 我一直做了四十年 后面又荣升高级管理员 薪资两万 四十年来 我风雨无阻 日夜兼程 从来不请假 哪怕妻子坐月子 我也没有请假 我的妻子跟我过了两年的花花世界 后面我们结婚生子了 我能够顺利传宗接代 我感到无比的幸福 我的生活也算如鱼得水 经过我多年的兢兢业业 稳扎稳打 我在工厂朋友很多 我的人缘特别好 我养育了一儿一女 在我五十三岁出头的时候 儿女已经成年了 一个读了大学 一个高中毕业 看过不少凄惨人生的我 已经是知足了 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的 我真的觉得命运决定了一切 很多比我有钱的人 活得还没我幸福 我后来给妻子安排了一个职位 我们俩成了企业双职工 一起在企业干活 我退休的时候 其实妻子还没退休 我打算退休了以后 跟妻子去环游中国 我觉得是一件无比幸福的事情 在那个幸福的日子来临之前 我已经跟妻子商量好了养老计划 我们要白头偕老 可是让我绝望的是 妻子得了乳腺癌 这是最可恶的疾病 癌症是最让人绝望的 我经常抽烟 妻子一再跟我讲 让我去检查肺 我年年去检查 结果我肺没出问题 可是一向健康的妻子 却得了癌症 真是天命无常 我再次感到 命运决定了一切 妻子死在了55岁 从54岁已经开始抗癌了 最终不治身亡 我痛不欲生 一度想跟妻子而去 但是最终我没有走极端 这不是因为我怕死 而是因为我已经看透了人生 人寻死是对生命的辜负 何况我还有家人的 我还是没有和妻子去旅游一趟 给人生留下了巨大的遗憾 只是我才62岁 我以泪洗面一整年 妻子的死给了我巨大的打击 那个时候我感到 我可能心里有问题了 有点抑郁症 但是时间治愈了一切 我63岁便恢复了精神 我觉得自己还年轻 还有很长的人生 等着自己去享受 我身体运动自如 非常健康 退休以后 不少退休同事叫我 去别的地方工作的 比如做保安等等 我说不必了 还有一些叫我跟他们一起 打牌下象棋旅游之类的 也被我一一谢绝 我之所以这样 是因为大家不好相处 我觉得人与人之间过于亲密 迟早出问题的聚会 聚会还是越少越好 我喜欢孤独 朋友一两个就可以了 我在家里面一养天年 我喜欢悠然自得 悠哉悠哉的日子 在老家度过了最初的几年 一个人的时光实际上也是一种享受 70岁的时候 我的朋友去世了 我变成了彻底的孤独 以前觉得无法自理的时候 如果没有朋友是最好的 然而朋友没有等到我无法自理就去世了 我从此没有了好朋友 过起了更加孤独的生活 我的儿子的第二个孩子已经出生了 我觉得去带带孩子也很不错 孤独的时间太长可能也不好 于是我就去了一趟 我附近有几个邻居 他们都是跟儿子儿媳妇生活在一起的 有时候令我特别羡慕 我平时唯一的喜好就是爬山了 但是爬多了也觉得没意思 既然儿子这么孝顺 那么我就过去那边养老吧 我过去儿子那边以后 儿子说让我接送小孙女上学放学 反正我会开摩托车和电动车 所以我每天负责接送小孙女上学放学 下了班以后 我只是负责搞家务的 家里做饭煮菜而媳妇在做 不过我总觉得有些不妙 因为跟他们挤在一起 有些不是很自由 我在他们家干活并不觉得累 每天就是扔扔垃圾 接送小孩子而已 也没什么事情可做的 最担心的就是心累 我去了儿子那边三个月左右 儿子就问我有没有钱借给他 等到他赚到钱就会还我 我问多少 他说五万 我当时手上有三十万 我跟他说 不必还了 五万拿去 可是没想到 后面 他又说公司周转困难 问我还有多少钱 我说三十万 他说借他十万 我那个时候隐隐感到不妙了 怪我自己太傻 太诚实了 我问他多久还 他说三年之内一定还 我不得已给了他十万 这个时候走我并不担心养老的问题 何况我还有退休金 可是没想到 后面他跟我讲 孙子和孙女要换一所重点中学读书 学费比较贵 是私人学校 要跟我拿十万 我说 没有了 上次的钱你还没还我呢 儿子说 有钱了一定还的 你也不希望孙子孙女读不好书吧 我说 读书好不好 看读书人的欲望 跟学校没有关系 可是儿子说 这可不一定 环境对人的影响巨大 氛围比较好 教育条件比较好 是有很大影响的 你也不希望孙子孙女 再差的学校被别人带坏吧 我说不过儿子 把十万给了他 这个时候我开始担心了 怕他继续跟我挖钱 后面他跟我说 爸 想去旅游吗 我喜出望外 说道 好啊 去什么地方 儿子高兴地说 环游中国 但是需要十万块钱 我不满地说道 没有了 被你骗光了 谁知道儿子和儿媳妇 把一番话交给了孙子孙女 孙子孙女跟我一撒娇 我就只能掏钱了 因为孙子孙女 是我家的命根子 儿子很看重 我也很看重 我最怕小孩子哭 我说 我不去了 你们去吧 是你们想旅游吧 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儿子儿媳妇高兴地跳了起来 难得见他们那么高兴 虽然被坑了钱 看到他们一家幸福 我也安乐 可是 让我想不到的是 儿子认为我的钱是用之不尽的 竟然告诉我 儿媳妇他妈患了乳腺癌 正在急用钱 我担心之下 给了儿子一笔钱 后面问他亲家母怎么了 儿子说已经好了 还替亲家母转告谢谢我 我当时就觉得儿子骗我 如果亲家母真的好了 为什么不当面道谢呢 一定是两夫妻的诡计 他们认为我的退休金 已经足够我花笑的了 其实 我的退休金不多 才四千 存款已经被他们挖光了 儿子以为我还有钱 还想继续挖 跟我说 爸 反正老家那套房子没人住 你就卖了吧 你休想 我当时听到儿子这么说 内心对他意见已经非常大了 孙子孙女长了几岁 这个时候也已经长大了 根本用不着我带 我就跟儿子说 我要回老家了 你好自为之吧 尽快还钱 而媳妇其实也不是不孝顺 主要是因为钱 他事前如命 我借钱给他 他会记着 但是他只会享受自己的 为了报答我 他会多做几道我喜欢的好菜 平时买些不上火的糖果饼干给我吃 还有一些营养品 其实老师说 我过去以后 发觉多了一个我 多了不少麻烦 我偶尔听儿媳妇抱怨说 今天没有做爸喜欢的菜 不知道他会不会对我有一件结果 已经做好饭菜的儿媳妇 又跑到菜市场去买菜 附近的菜市场没菜了 他回来还抱怨 白跑一趟 不过他始终有点良心 没有在我面前抱怨 后面 孙子孙女跟我说 爷爷 你不要回老家好不好 跟我一起住 我喜欢你在这里住 我好喜欢孙子孙女 这么小就这么孝顺 以为儿子教育得好 谁知根本不是这样 我幸福地问 你为什么喜欢爷爷在这里住呀 是不是爷爷对你特别好呀 孙女说 不是 爷爷 自从你在这里住以后 我们家热闹多了 菜也多了 那些菜很好吃 我以前都吃不到 那个时候我才明白 多了一个我 其实也是多了一个麻烦 为了骗我的钱 他们夫妻俩可以说尽心尽力 我有前列腺炎 晚上夜尿多 导致儿媳妇经常睡眠质量不好 他又要上班 于是经常抱怨 后面怂恿儿子把我弄到租房去 不要跟他们住一起 我想如果我不来 情况或许会好很多 我就干脆向儿子儿媳妇提出 我要回老家去 儿媳妇本身就是怕我讨债 见我的钱已经被他们挖光了 又不方便叫我回老家自生自灭 正在不知怎么好之际 好在我有自知之明 他高兴地满口答应了 等我回家以后 我就过起了悠哉悠哉的生活 非常舒爽 虽然钱被儿子借去不少 好在还有退休金可以用 我自己自足 每天祈祷千万不能到了老年的大病 不然不够钱用 女儿知道我回家了 在我回家两个月后 打电话问我 是不是在大哥那里受了委屈 是不是儿子儿媳妇把我赶走的 我说不是的 是我主动想要回老家 女儿说他要给我养老 让我过去跟他一起生活 我说不必了 女儿说我这种年龄 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万一有什么意外就不好了 我说我如今身体健康 四肢健全 头脑清醒 根本没有什么大问题 女儿说我是不是重男轻女 故意帮儿子带孩子 不帮女儿带 我说当然不是了 我熬不过女儿 只好搬过去跟他一起住了 到了女儿家 他前面一个月对我特别好 对我虚寒问暖 亲家母亲家公对我也不错 我很高兴 起初 他很孝顺 不让我做任何事 我每天逛公园 在家不用做家务活 等吃就行 其实女儿的孩子根本不需要我带 有没有我都一样 买菜做饭是女儿在做 女婿在外工作 在家女婿并没有对我表现出反感或冷漠 但是女婿和亲家母是经不住时间的考验的 女儿也是如此 后面女儿问我有没有存款 我说没有了 他说怎么可能没有 我说被他大哥骗走了一些 他要我跟儿子要回来 但是无奈 我要不回来 为了不让女儿跟大哥发生矛盾 我甚至欺骗女儿 儿子只跟我借了十万 事实上有几十万 女儿觉得十万也不多 只好作罢 但是为了让女儿安乐 我把退休金拿出来给她用了 这还不是最严重的 时间久了 我发现亲家母有问题的 她对我有些冷漠 经常对我爱搭不理的 很少主动问我一些事情 态度很冷漠 亲家母亲家公心里怪责我浪费地方 心里不想让我在女婿家待着 我在的时候 她们基本不过来 过来也是板着张脸 但是怕我不高兴 她也是做了个顺水人情 叫女婿带我出去买些东西 如衣服营养品等等 甚至我们经常外出逛公园呢 不过 女婿的亲戚如果过来了 见到了我 就很拘束 也觉得很扫兴 过了没多久就走了 茶还没喝就跑了 我在女儿家住了半年 受不了她们的喜怒无常 果断回了老家 走之前怕女婿和亲家不高兴 还用退休金给她们买了不少东西呢 我坐公交车回了老家 内心很失落 在我72岁的时候 我想请个保姆 一打听 保姆工资要四五千 我请不起 而你怕我出事 给我找了一家养老院 我去住了一年 不过养老院说实话 只有无法自理的人才适合去 我感觉在那边如同坐牢 我根本没有朋友 人性本恶 一次我叫一个身体健康的人帮我忙 那人叫我去找护工去 别找他 我感到很失望 勾心斗角太多 别人都喜欢攀比 整天在养老院炫耀 他们儿女买的东西拿出来 请所有人吃 目的就是炫耀 我不合群 也就只能干瞪眼了 一年后 我叫儿女别让我住那个鬼地方了 儿女这才把我请回了老家 我终于再次回到老房子 这个时候我已经74岁了 也就是2023年 我住过儿女家 还有养老院 终于明白了 余生最好的归宿 是自己的老房子 有老房子 有退休金就能幸福的 等到自己无法自理的时候 再把自己交给儿女也不迟 在老家 我自由自在 活得非常舒坦 我不会打扰儿女的生活和工作 儿女也不会干扰我的生活和自由 以前在儿女家 我总怕自己哪里没做好 让儿媳妇和女婿有意见 感觉自己像客人一样不自在 如今在老家 即使我活得像乞丐 起码内心没压力 我附近有不少老头 比我年长的也有 很少瘫痪在床的 我经常跟他们一起晒太阳 我觉得特别好 我也养了一只小黄狗 根本不觉得孤独 你们说我做得对吗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同时也不要忘了点赞订阅关注我 请不吝点赞订阅关注我 请不吝点赞订阅关注我